最近網傳中國已經集結了1.8萬名志願軍 準備出兵俄羅斯參與到俄乎戰爭之間 那麼習近平是否真的幫助俄羅斯打烏克蘭呢? 近期中國高層頻頻訪問俄羅斯 又釋放什麼政治信號? 中俄之間是一種怎樣的關係呢? 無論局勢如何變化 北京政府是否會無常限地支持俄羅斯呢? 這一期的節目我們將為大家帶來一些深入的分析和探討 8月20號中國總理李強抵達莫斯科 福魯科旭機場開始對俄羅斯進行為期兩翼的正式訪問 俄羅斯副外長魯堅科等人在機場原梯邊迎接李強 並為他安排了升國旗、秀國歌和儀仗隊的歡迎儀式 8月21號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回見李強 普京說俄中兩國未來多年有大規模的合作計劃 並表示恭候習近平今年10月港俄出席喀山金磚峰會 李強表示北京願意與俄羅斯一起加強全方位務實合作 李強是從烏克蘭部隊8月6日越境攻入俄羅斯邊境地區之後 首位訪問俄羅斯的中國領導人 中俄雙方的聲明都沒有提及 普京在會見李強時是否談及了俄烏戰爭以及最新的進展 李強在會見普京之前 還與俄羅斯總理美哈伊爾美舒斯京會談 並簽署聯合公佈以及新版的中俄投資合作規劃干擾 包括教育、科技、化工、綠色建造、海上搜救、跨境貨物運輸、便利公民來往等領域的合作文件 在中國總理李強訪問俄羅斯之後緊接著中國軍方馬上跟進 8月23日中國陸軍司令員李強銘上將率領的解放軍陸軍代表團抵達莫斯科 商討軍事合作的事宜 俄國陸軍總司令薩劉科夫與代表團加強合作達成一致 他說在俄羅斯與中國兩國領導人的努力之下 今天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對我們來說中國是戰略合作夥伴 按照慣例代表團在工作開始時在薩劉科夫的大令下 向克里姆林宮紅牆外的阿力山大花園的無名列事務 敬獻花圈和鮮花 除此之外中國還有兩名副國級高官分別出席了官方的會議 8月19日至20日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 在莫斯科出席中俄總理定期會晤委員會第28次會議 8月19日國務院委員沈兒琴也在莫斯科主持了 中外人民合作委員會會議 另外8月17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 與俄羅斯副外長雷瓦布可夫在北京舉行磋商 就中俄關係、全球戰略穩定、金磚合作等問題深入交換意見 美國飛天大學教授張天良博士分析 主要有四個信號 第一、習近平沒有像近期網上流傳的說法 已經失去權力 剛剛相反 習近平大權在暗 因為中共高官訪俄一定是習近平叫他們去的 他們執行的也是習近平的意志 第二、習近平相信普京沒有迫在微節的危險 烏軍進軍俄羅斯 但是暫時並沒有進攻莫斯科的能力 習近平不會在普京大勢已去的情況下還去支持他 只是在普京不太穩的時候給予支持 第三、中國未來會採取一種勸和速談的方式 習近平想勸澤連斯基不要逼普京太狠 然後勸普京放棄一些領土 和烏克蘭達成和義 第四、與其幫助俄羅斯打烏克蘭 還不如在台海發動戰爭去拆應 但是習近平又不敢真的打台灣 從現在的俄羅斯戰爭可以看到 俄軍的技術非常落後 腐敗非常嚴重 戰鬥力非常低下 深情報也非常閉塞 這一切都給習近平一個警告 他知道中國軍隊還不如俄羅斯的軍隊 如果普京贏不了俄羅斯戰爭 習近平在台海也打不贏 民陣加拿大主席賴建平也表示 實際上 中國近期頻繁互動 有無虛和無實兩條線 所謂無虛 就是中國政府對普京要表示一種政治上的支持 現在俄羅戰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俄羅斯越來越陷入一種不利的境地 他們需要一個心理、導義、精神上的支持 以防他在不利的戰局之下 會土崩瓦解 心理防線也會毀掉 所謂無實 北京政府一定要密謀商量 研究、討論 看看有什麼方法 在染人耳目的情況下 在不會引起太大反彈的情況下 從經濟、技術、各個角度來看看 能夠為俄羅斯提供什麼的援助 讓他繼續進行這場戰爭 資深時評人藍述分析說 最近俄烏戰場出現了一些變化 中國為了避免被西方制裁 停止一些地方的小銀行 對中國貿易提供服務 未來在中國之間的貿易 會以貨易貨的方式繼續進行下去 中共仍然會用這種方式去逃避西方的制裁 同時繼續去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 在這種情況下 中國雙方可能會有一系列的經貿問題 需要雙方的高層進行協調 另外 烏克蘭這次在俄羅斯開闢新的戰場 普京的壓力非常大 普京下一步會有什麼大動作 他也需要跟北京交一個底 但目前普京離開莫斯科去訪問北京是不合適的 所以說 中共不斷派這些高層人物到莫斯科去 也希望搞清楚 普京下一步會有什麼動作 普京也需要得到北京的支持 所以 這些基本上是目前中俄高層來往非常密切 但習近平和普京又沒有直接會面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張天良博士認為 習近平不會出兵 他不敢真的參與到俄烏戰爭之中 因為後果非常嚴重 現在中國對俄羅斯提供製造武器的用品 例如機場、芯片、製造彈藥的化工產品等等 這個舉動已經惹了美國 美國已經嚴厲地警告中共 說如果中共繼續支持俄羅斯 會遭到嚴厲的制裁 但是 美國獨立電視製片人李軍表示 北韓的金正恩 有可能派陸軍工程部隊參加烏克蘭戰爭 在中國的支持之下 俄羅斯現在一年大概生產400萬到500萬枚的炮彈 從2023年底開始 朝鮮也開始大量賣彈藥給俄羅斯 根據西方媒體報導 俄羅斯的大型貨船一直不斷來往於俄羅斯和朝鮮之間 目前估計有11,000個集裝箱的彈藥被送到俄羅斯 這個量非常大 這裡至少有100萬發炮彈 還有射程達到了700公里的短程度彈 在6月27日 網上有新聞說 金正恩可能會派陸軍工程部隊參加烏克蘭戰爭 因為兩國建立了軍事聯盟 普京當然希望北韓能夠出兵 聽說幾個月前普京就發出了邀請 希望朝鮮能夠派兵到烏克蘭幫忙 現在有消息說 朝鮮要派4個戰鬥工程兵隊 大概2萬人去烏克蘭 幫助俄羅斯做恢復重建的工作 還有一個更驚人的消息說 俄羅斯為朝鮮的士兵準備了1.15億美金的報酬 這個不得了啦 金正恩太需要美金了 而對於死多少士兵對他來說並不重要 如果這個消息屬實 金正恩真的有可能會派兵 而且朝鮮剛剛和俄羅斯簽訂了全面戰略伙伴關係條約 根據這個協定 雙方任何一方受到侵略 另一個國家必須給予軍事援助 而在俄烏戰爭爆發之後 有部分中國人也加入了俄軍作戰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趙瑞的年輕人 他在2023年9月前往俄羅斯增兵站報名 他在個人社交媒體上宣稱 自己與超過100名來自中國的戰友一同加入俄軍 並被分配到不同的連隊參與作戰 之後他發布視頻勸大家理智不要來戰場 現實比想像中重要殘酷 你自己想來參加俄烏戰爭就自己來吧 不要發一些視頻欺騙那些在國內不了解真實情況的人 不要再相信網上那些沒有良心的 忽有人的騙子 戰爭給人帶來的只有毀滅性的打擊 我們中國人不要再來了 我不想讓大家再讓那些為了博取流量的人欺騙 讓大家來送命 希望大家都講點良心 最終趙瑞在11月29日被烏克蘭無人機炸死 死訊12月曝光 是從俄烏戰爭爆發以來 首名被證實陣亡 以及公開聲明的中國籍外國志願者 和他一起參戰的還有中國籍的周志強 他坦誠 加入俄羅斯軍隊只是為了2萬元人民幣 相當於2,800美金的薪水 而今卻被人當作敢死隊 俄國人是不將我們當人體的 和這樣死隊沒有什麼區別 我喊了7顆無人機炸彈 因為命大沒有被炸死 還有消息稱 一名中國志願兵孫瑞奇向中國大使館求救 希望與俄軍解除合約 回國卻被遭到拒絕 他的抖音帳戶也被封鎖 不過也有中國河北省唐山市粉紅發視頻宣稱 要以志願軍的形式加入俄烏戰爭 我們是來自中國河北省唐山市 支援俄國的小分隊 這是我們的參謀長 這是我們的政委 我們準備到俄羅斯參加正規軍的培訓 目的一個是增進我們中俄之間的友誼 另外也希望提高我們自身的綜合素質 可以時刻準備著對抗那些霸權主義 西方國家的侵犯和挑釁 還是那句中國老話 煩我中華者雖然必誅 我們此行的目的一個是鍛鍊我們自己 再一個就是增進友誼 中華五千年的歷史告訴我們 天下雖然安寧 但是如果忘記了 戰鬥必然危險 讓我們來盤點一下 十幾年來中俄元首一共有幾次回眠 從2013年3月22日開始 習近平與普京一共回見了12次 見面的地點分別是 五次在莫斯科 五次在北京 一次在上海 一次在福拉特斯玉托克 最近的一次是5月16日 習近平以國家主席的併儀 在北京回見了普京 兩人談的是 深化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話題 共同簽署並發表 在兩國建交75週年之際 關於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 根據自由亞洲報道 中俄之間其實是從無上限的友誼 到無底線的戰爭 他們之間不斷深化胡遜 又難忘猜忌的關係 儘管中俄關係近年來越來越緊密 但是最近披露出來的文件顯示 俄羅斯軍方仍然擔心 中國的強勢崛起可能威脅它的領土主權 俄羅斯軍事專家Alice Orbetov 在俄羅斯政治評論網站上披露 在中國方面 有50枚陸基彈道導彈中的一些 可能瞄準了俄羅斯的歐洲領土 而位於瀋陽和蘭州北部軍區的60枚中程彈道導彈 以及150枚陸基作戰戰術和巡邏導彈中的一些 顯然是瞄準西伯利亞和遠東的地區 另一方面 《大紀元時報》總編輯國軍認為 習近平是否會無上限的支持俄羅斯 完全要依據形勢的變化而定 中共已經意識到 就算聯合俄羅斯 想要改造目前世界的局勢 打破美國和西方對全球事務的主導權 恐怕已經是不可能了 最近中共一些政策也在出現一些微妙的變化 中共領導人是非常實用主義的 包括毛澤東在內 當形勢不利的時候 他會見風洗陀 這是他們的一個傳統 我認為 習近平同樣會是這樣的一個角色 雖然有人認為他很固執 但是他內心絕對是實用主義 或者是我們認為他非常功利主義 也就是說 未來中共是否會毫無保留 無上限的支持俄羅斯 完全要依據形勢的變化而定 國軍還說 這次烏克蘭給俄羅斯造成了巨大的震撼 肯定是一個大變化的前兆 其實很多人都已經看到 這個大變化即將到來 只是什麼時間 用什麼方式 以及它會產生什麼後果 每個人可能都有自己的認知 但是將要發生巨大的變化 本身是很多人的一致看法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 請你記得點讚、訂閱、留言 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 感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